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却说 杨仪闻到前路有兵拦截 忙令人少叹 回报说 为严烧绝战岛 引兵拦截 一大经约 丞相在日 料此人久后必反 谁想今日果然如此 今段无归路 当不如何 费仪曰 此人必先捏揍天子 无无等造反 故烧绝战岛 阻恶归路 无等亦当表奏天子 臣卫言反情 然后吐之后主连日伤感 不能涉仇 扑报 卫言表奏阳仪造 反群臣大害 入宫洗奏后主 时无太后亦在宫中 后主闻奏大经纵观正商议间 扑报 长使杨仪有紧急表道不多时 卫言又表至 告称杨仪被反 正蓝表之间 杨仪又表道 奏称卫言被反 二人接连俱表 则臣是非 扑报费一道 后主赵若 依戏奏卫言反情 后主曰 若如此 且令董允嫁结是劝 用好言辅慰 云奉照而去 按照小说的情节发展 诸葛亮在武藏园病逝 杨仪和江维率领北伐大军向汉中撤退 随之魏言却拒不执行撤军的命令 反倒命人杀毁战导 阻止大军难撤 随后 魏言和杨仪分别上表指责对方谋反 在讲晚急沸一的人的建议下 刘臣命董允前去化解矛盾 不料 还没等到董允到达南正 魏言已经死于马带之手 本门要介绍的成语 是魏言火烧战道时的情形 叫做火光冲天 意味火光把天都照亮了 形容火势极大 这也是由三国 演绎作者罗冠中所首创的一句成语 小说中这段魏言阻止大军难撤 其上表指责杨仪谋反 这都是历史的真实 据三国志魏言传记载 言大怒 掺仪未发 率所领境仙南归 所过烧绝阁道 言 一个相表叛逆 一日之中 与其交致 不过 事情的起因 却与小说中的介绍大相径庭 在三国演义中 诸葛亮临终前料定魏言必反 于是 事先让马带潜伏在魏言身边 而在真实的历史当中 诸葛亮的态度却并非如此 三国志魏言传载 两兵困 密语长使杨仪 司马费仪 护军将为的 坐身末之后退军节度 令言断后 将为自知 若言或不聪明 均便自发 而在三国志的相关传记中 也找不到诸葛亮 预判魏言必反及安排 马带潜伏的记载 小说作者进行如此改动 目的只有一个 对应诸葛亮对魏言的反鼓一说 这也就注定了魏言的结局 那么 立 时尚魏言与杨仪的冲突 为何会发展到兵戎相见的地步呢 问题出在两个人身上 一个是在朱者亮死后面见魏言的废衣 一个是在刘缠身边的蒋婉 前者贾义附和魏言 趁机从魏言答应偷偷溜走 使得魏言认为所谓的撤军 是杨仪火同肺一所策划的一场阴谋 因此不然大怒 烧毁战斗 拒绝难撤 同时上标举报杨仪谋反 而蒋婉 则在关键时刻站在了杨仪一边 这两个人的做法 使得局势变得无法逆转 导致魏言成了蜀汉公敌 最终死于非命 关于这其中的种种曲折 可参见三国志魏言传及三国志杨仪传 这里就不再赘述了 参考书籍 三国志 三国演义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警 Romania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